今天早上我坐電梯的時候 遇到了房地產大師顏秉麗 他說他最近在賣玉蘭花 很多房子玉蘭花 都用玫瑰花的價格在賣 我問他這個景氣到底是怎麼樣子 他說這個聲不見底 後面還補了一句話給我 他說現在騙子很多 真的 現在騙子真的很多 尤其這個房子可能沒賣成之後 你是賠了屋子又折兵 對 不只買房子有可能遇到騙子 賣房子很有可能也遇到騙子 另外租房子還有可能再遇到騙子 這騙子真的是有夠多 是啊 到底要怎麼樣來預防呢 我們要怎麼樣自保呢 趕快要請到我們今天的專家 首先要請到的是我們的房產趨勢專家 房東業者徐嘉欣 還有包子宮律師蔡俊雄 以及資深媒體人朱基忠 還有我們的轟語答案員李茂林 以及我們今天有一位 要來到現場現身說法的受害者 這是成功擊退了詐騙集團的 林茂樹 林董歡迎你 大家好 好 歡迎這個林董事長 待會他會告訴我們 他為什麼賣房子會遇到詐騙 而且這個林董事長非常的厲害 他居然能夠識破那個 詐騙的一個手法 而且聽說現在的話 坊間非常多這樣子一個詐騙的案例 你不要以為你是買房子會遇到這個詐騙 是 你要賣房子的時候也會遇到詐騙 是 甚至這個地震室工會 還要發布訊息告訴大家 大家要提高警覺 這個詐騙的事件層出不窮 我們看到這個是新北市地震室工會 發布的訊息 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 他說什麼呢 重大警訊 疑似由詐騙集團 利用買屋移轉獲取財物 什麼樣的狀況呢 再看到這裡 這邊是由房仲業者 發出的重大警訊 一樣同步發布重大警訊 告訴大家 有詐騙集團利用買屋移轉獲取財物 同時是利用這個 這一家房仲業者 他的分店 然後進行承接案件 出借場地 總共五件 短短四個月 買賣總價達到八千萬元 而其中高達了六千多萬塊錢 是沒有給付的狀況 所以這是一個高風險的金額 目前已經進入了所有的司法程序了 對 好 我們問一下林董事長 聽說您在前兩天 揭發這件事情以後 有很多陸陸續續有一些受害者 也跟你聯絡了是不是 是 我首先要跟各位觀眾報告 就是我在591壽屋網自己登的廣告 我想說最近房屋景氣也不好 我曾經給重機也賣了一段時間 也賣很久賣不掉 我想說我自己來 因為我想說我自己的功力也不差 然後不小心碰到有一位自稱周先生 來跟我看屋 聯繫看了兩次 然後在LINE裡面 跟大家互相聯絡電話 告訴我說他喜歡這個房子 因為他不喜歡買房給仲介賺 我說這樣子好 因為我們也不要付仲介賺 好 可以 他就約我 LINE約我說 說在禮拜五約我幾點 要價格談好了 直接叫我出來 在銀行 國泰司華銀行松江路見面 我說好 兩點 那出來了之後 他找了一個 我說我要求一定要理約保證 他就找這家銀行 那他出來之後 我說代書你找 你找 那他又找一個 他的自稱是一個 是他的姐夫的 這個就是詐騙集團首腦 就是林志成 他是什麼人身分 他身分 他是他的姐夫 林進成 然後帶來的代書 就是林之凡 只要你賣房屋 碰到這個林之凡 任何人都逃不過 怎麼說 只要你 他們這個人頭詐騙集團這些人頭 不管在公會他有公布一個叫 林國帥及林進成的 這是前陣子發生的案件 他只要跟你 看上你的房子 他跟你 也定金的給你 就是簽約的時候給你的時候 只要林那個沈之凡出來 我任何人都逃不過 怎麼說他逃不過 他手法很好嗎 你手法就是他 就照他的合約程序來走 他第一次的合約 就是10%給你 那你10%給你 你錢賬給他 他就準備去報稅 報完稅你第二筆款項也是10% 你就要硬件證明給他 硬件證明給他的時候 他的防火牆做的 你看等一下我們可以公布他的 他的這個合約書 合約書都偏袒於買方 因為他們要詐你啊 你怎麼逃都逃不過 我跟你講先釐清一下你的狀況 你當初是要賣2000 你掛自己去賣對不對 掛了2188萬去賣 然後他跟你 你給我選一群之後 最後2000萬 開價2000萬 他原本跟我出1900 然後再慢慢加上來 都是在電話上 中間你是發現什麼狀況 然後你覺得怪怪的 你怎麼去提高那個警覺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OK啊我要賣房子 然後2000萬還可以接受 您來買房子說你要買 結果怎麼買出來的 說周先生 不是周先生 他跟我講他的解乎 這是他的邪乎 林俊成是他的邪乎 所以那個買方 林俊成是買方嗎 是買 是變買方 一開始跟你言諾是周先生 後來變成林先生 是 所以 他是買方 那他當時要拿好的硬件證明 我跟代書講說 我跟你不認識 你們三個我不認識 我這個錢賬給你 硬件證明 你怎麼對 你沒有站在那個代書的 公平交易的情形 這個 沈代書是他們帶來的代書 是他帶來的 那你自己本身有代書 我馬上即時 馬上 因為我對房屋買賣 我很內行 對 我就即時馬上聯絡 然後我這個廖代書過來了 廖代書跟我講說 你懂這個代書 他曾經看過 我心房就放下了 因為我看他 代書有執照 這個沈之環有執照 他的號碼在上面 這邊他的執照 因為我也是心好 我也是放心 然後我有跟銀行講 那天理業已經做好了 那我們就合約都簽好了 簽好了 那簽好了他到禮拜 就是說錢進來頂到禮拜 是要去過戶的 我們發現的時候 我們就去 我們就寫意義書就躺下來 躺下來的時候 我就打電話給對方 我說你不要再演戲了 事情已經東窗吃話了 你也要出來跟我談 結果 我們早上去辦好了 下午我打電話給買方 他給我 下午2點在中山地正事務所 在那邊見面 人這麼多 也有見面 我跟他講說 事情發生講清楚 說明白 他要賠償我 我談不容 談不容他那個 林靜誠跟我講 林董 你再給我10分鐘 我跟我們股東的講一下 我說還要股東 你們都騙那麼多 還有什麼股東 他說他這個200萬 是跟人家借的 因為200萬卡在我身上 他要給我多少錢 我說我是要損失 你要賠償我 等到我滿意再來說 等了十幾分鐘 二十分鐘 一直打電話打 打了半天 然後打不出結果 我在那邊等了半天 我就把他 我們的 當時我就 我們裡面的業務員 都是約完 就把他這個 這個是在那個護身事務所 護身事務所 把他拍照起來 這一個就是 這個就是林靜誠 這個是周 周先生 一開始跟你聯絡的那一位 對不對 周健璋 這個就是周健璋 說什麼是他的 他的妹夫 周健璋是他的妹夫 他是他姐夫 對 好了 然後在那個公共場所 跟我講說 價錢談不容 我就走了 那走了也就是那一天 當29號 6月29號 我們就走了大家不理了 我說好 我們就到法律程序來走 好了 他當天 就 到了 當天就去到 建國派事所 去報案 說我 他去報案 報案 說我恐嚇勒索 妨害他自由 但是嫌華幾條幾條 叫我三天出面來跟他談 如果沒有 三天沒有出面 包括他的報案的紀錄 都把他寄給我 你們那個 那個 我們這樣可以看一下 他寄給我 他心想說我會怕 如果我會怕的話 一定會跟他和解 一般人 要和解 會跟他和解 那我怎麼可能跟你和解 我一長期都在做 社會公益的事情 都在警戒裡面 我在台北市大安分級的 辦事室委員 我一直都在做這種工作 所以他今天是 人家是踢到鐵板 他今天是踢到港板 好 所以 他今天是踢到 又答這個我不會怕的 所以我也 其實他寫到這個來 大約 那隔天 我就去開記者會 記者會開完的時候 接到他的純正信函 我早也就在中三分級 你已經報了 我已經進入時候 我已經也報案了 所以現在有些事情 我偵查不公開 我沒辦法講這麼清楚 據我所知道 受害者 我在那個電視看到 人的LINE給我的 已經有 在TV室當天去訪問我 已經有十幾組受害的 但是這幾天 我 十幾組人直接都找你說 他們也遇到同樣的情況 是同一批人 同樣是同一批人 只要你碰到這個 沈思凡代書 因為他要詐騙你 你任何人都逃不過 他就是你訂金第一款給你 第二款他要拿你的錢 我要拿你的運件證明 你不交給他拖到時間 你知道他是詐騙 你不交給他 每次他買房屋的時候 他都跟你拖三個月的時間 怎樣拖三個月的時間 你三個月拖時間過了 還換你違約了 沒有賣給他 明明知道 那個運件證明給他 一定會被他過掉 過掉的時候他怎麼做呢 只要過掉的時候 你這個房子假設賣2000萬 拿了200萬 後面第二款又進來200萬 那你剩下1600萬 好他可以拖三個月 時間到了三個月 屋主不見了 那個買房的不見了 你聯絡人間真話找不到 你找這個省貸書 也沒有用 因為他的防火牆做得很好 那個慶耶穌 那個房子也被過掉 他是第二筆款的時候 他在第二筆款 他裡面寫得很清楚 說我會了第二筆款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看一下 可以 第二筆款進來的時候 這個程序有買方事情去過戶 他貸款是他的事 所以檢調安慰很多都拿他沒辦法 他今天就塞在我的手上 就是第一筆款項進來 第二筆款項還沒進來 就去把我拿去 報稅間 投過戶 因為裡面有個資 不要讓觀眾朋友們看得太清楚 我大概講一下 就是這裡面的話 其實總共分四筆的款項 第一筆的款項的話是定金 第二筆的款項的話是簽約用印款 第三筆是完稅款 第四筆的話是微款 那麼訂金這邊沒有收對不對 簽約用印款的話是200萬 也就是這個200萬 這個200萬 然後再過來的話 有一個完稅款也是200萬 然後再過來就是微款 微款的話總共是1600萬 有些集團真的很厲害 我們不是要求那個對保 一定要本人到場嗎 結果有一個當事人來找我說 律師 那個保證的那個對保 我根本沒有去銀行 怎麼那個對保也通過 我說那個張名字都是你的 他說可是我那時候被人家關這樣 有一個人被人家關 結果那個銀行對保還可以過這樣 就是有時候你很難想像 他們跟這些不孝的人員 有一些那個掛勾 是怎麼去運作的對不對 可是律師像他這樣子的話 他是不是代書 就直接在那個地政事務所 他就直接辦掉了 我覺得這個案子比較奇怪的是 林董有自己的代書 他也有帶自己的代書去 那現在這個我的產權登記 到底交給哪一個代書 現在有兩個代書了嗎 他要求我付款的人 要求在這個審代書 他的買方的代書這邊 所以我的代書只有能夠看 那不能使不上手 林董你那時候有沒有要求說 你要用你的代書的範本 當然我要用我的代書 他要用我的代書 他不肯 我心想他又跟我講說 他曾經被人家騙過 所以被人家反代過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覺得怪怪的了嗎 所以他有跟我講說 他曾經被騙過 所以我就盡量離讓給他 那個一般定金就10% 結果他定金的時候是0 然後一般那個 被證的話是20% 20%應該是400萬 然後完稅應該是30% 那其他才是那個尾款 那尾款可能包括說 他去那個貸新的貸款 來償還前面舊的那個貸款的部分 通常其實應該是貸款進來以後 才會完成過戶 就是那個是同步進行的 他的貸款不是銀行貸款 他都去拿到地下錢莊去貸款的 假設我這個2000萬被給他 他也可以到地下錢莊 貸了2200也可能 他一定不會走正常程序 他到底有沒有把錢貸出來 搞不好都沒有 搞不好都沒有 都是川普自己的 那到最後他債錢人 就是在屋主身上 他直接把你過掉 過掉在屋主身上 那你等到你就要交屋時間 沒有找不到人 你去查 你到地上去查 我這個房子以前沒貸款 現在變成有貸款了 所以他就沒貸款 那你怎麼 他又來跟你談了 他的債務人來找你 說你這個房子 幫我借了多少錢要還 或者你我就要拍賣 你就變成到最後 還是繞到他們這個詐騙集團手上 所以現在問題大家搞清楚了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們知道 就是很有可能 林董事長他如果沒有發現的話 他很有可能損失掉他那間房子 對 然後還要背負貸款 直接被人家過掉 對 還要背負貸款 我變這個房子又過回來 變是有貸款了 對 我本來沒貸款變有貸款了 對 要嘛就是 怎麼樣繞都在他們手上 要嘛就是房子被過掉了 要嘛就是你的房子 被人家拿去做擠壓 只要他要詐你 這個合約 用那個合約 我跟你講 他這次是一種買賣糾紛處理 對 已經案件接到很多很多 我在看很多 他還是買賣糾紛處理 我們檢調沒有他的辦法 而且 所以他這一次栽在我的手上 那是 因為他 他在第一筆款項進來 他就去跟我過戶了 第二筆款項沒有進來 而且過戶不是代書去過的 對 去拿給買方拿去直接過戶 我沒有委託他去過戶 既然拿去過戶 我是交給代書 怎麼可以拿給買方去過戶 所以現在的連買方都有問題 代書也有 審代書也有問題 之前是不是也有發生過這樣子的事 對 這個事實上 剛才那個步驟我看 大概從今年1月 就今年1月開始 就陸陸續續就出現這樣的一個狀況 大概都跟您懂一樣 就是分三個步驟 那第一次就 跑來 通常都一樣 看屋看兩次 然後自己在網路上兜售房子 然後沒有銀行貸款 這三個條件幾乎一模一樣 完了之後呢 就付兩期款 大概都是200萬到400萬 有人拿到200萬 有人拿到400萬 完了之後呢 他就拿去過戶了 那過戶 剛才嘉欣講說先去銀行過戶 現在更厲害 現在出來的這些 這些是賣房子的人 是受害者對不對 另外一個受害者是誰你知道嗎 是P2P的貸款平台 因為他們把這個房子拿去P2P貸款 對 所以他很快的把錢貸到了以後 結果現在變成P2P的這個貸款 給他的這些平台 跟這個原屋主 變成兩個有財務糾紛 所以這個糾紛就 然後該買的人不見了 那真正那個詐騙的人也不見了 對 詐騙的人通常都是跟林董 剛才講的一樣 從那個最後過戶到交屋 大概都是兩個月到三個月 三個月以後 三個月以後 所以那個中間呢 你根本就不知道 然後用的代書好像也都是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他就跟我講說他要出國 他在 他要出這段時間要出國 你說你那案子的代書 是跟這個案子的代書是同一個人啊 沒有 上面沒有 但是有兩個案子都寫都是沈黛叔 都是沈黛叔 都是新沈黛叔 你在網路打地震沈黛叔 他的資料 被控告的資料很多啊 都不用我講 是同一個人是不是 同一個人啊 他就是 黃火牆做得這麼好 合約書寫得很清楚 所以他現在報案的 有P2P的這個平台去報案 然後甚至有案例裡面 還有是透過防重 透過防重交易也都出問題 所以 因為他們說最後發現是 好像防重的店長 跟他們串通 所以那可能又是另外一個詐騙集團 所以其實這個詐騙集團呢 他是遊走在一些法律的邊緣 當然他是 請教一下 律師他的邊緣是用在哪 他利用了哪些問題 其實就是我們法律 這個不動產國務有所謂的 公式公信的原則 所以其實所有權狀有三樣東西很重要 第一個就是所有權狀 然後第二個就是那個硬件章 然後硬件證明 當然前一陣子有在討論說 這個硬件證明的支度用那麼久 要把它廢掉 可是都已經用了那麼多年 大家就是習慣了 台北市政府現在有一個新的做法 就變成說 你可以不用去付那個硬件證明 可是檢疫的做法變成是 由地震輸所直接去庫震輸所 核對那個硬件證明是否相符 我說這三樣重要的東西 如果你把所有權狀 硬件證明 硬件章 都交給別人的話 那他今天拿這些文件 再去跟別人辦理這個過戶的手續 對方就會變成是那個善意第三人 結果把土地過給他之後 你就再也那個要不回來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告訴這個所有權人 就是說當你把這些東西交出去的時候 包括代書在簽這個買賣契約的時候 你要仔細看 不然有的搞不好不孝人是說 你除了硬件證明給我 硬件章也交給我 他當然就可以隨便拿去 跟別人那個簽約 再過給別人 甚至包括去貸款 你也通通都不知道 這個是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當然硬件證明交給他可以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怪怪的 因為硬件證明交給他 你要大家都 觀眾大家也要注意 你發現他違反你的合約精神的時候 我就禮拜發現有問題 我就到地政事務所馬上變更 我的硬件證明 他怎麼過戶 所以 你是發現他哪裡有問題 他已經跟我拖過戶 他這個有過戶 拖過戶過不成 我就再回去地政事務 我的那個副政事務所 我就馬上再去變更一個硬件 一般人能夠察覺到說 他已經過戶 或者是他還沒過戶嗎 一般人如果像這樣的狀況 其實林董事長應該是在那個 地政事務所在辦過戶的過程當中 你有特別去注意去盯著 有人打電話跟你說 有人來辦過戶對不對 不然一般人不知道 因為我有叫銀行特別注意 因為我說 我繳到禮約保證的錢 就是要保障我的安全 那個過戶程序安全 是 我問一下嘉芯好了 這裡面的話 一般民眾可能還是搞不清楚 這樣子講的話 一定都不太清楚 就是說那個過戶的話 是不是我的資金要到位的時候 那個禮約保證的 那個專戶資金到位以後 他才能夠進行過戶 我們這樣說好了 其實禮約保證的這個概念 他就是讓買方 到最後他可以拿到房屋的產權 賣方可以拿到所有的款項 概念上面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林董在整個 整個教育過程來說的話 一個是他有經驗 那對於一般民眾來說的話 我們覺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詐騙案 他最主要的一個主訴求點 是在於他要求他要用自己的代書 那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 就房間確實是有人會覺得說 哎呀那個代書啊 可能就是 會騙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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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會找仲介的原因 是因為 仲介其實他們會提供所謂的 叫做特約代書 或者是說有一些直銀店 他們會採取所謂的一個簽約中心 這樣子一個方式去做操作 那當然在裡面的代書 為什麼比較不敢做這樣的 不敢做這樣的事情 原因是因為他們 就是除了當然一個證照的這個部分 然後或者說總部有一些 契約的一個要求之外 他們有一些質押在各個加盟的總部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很擔心 就是說用到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說對方的代書 你也不相信的話 那你大概有幾個做法 第一個做法來說的話 就是你可以尋找房仲的總部 你可以去詢問他就是說 你們有沒有所謂的特約代書 那你可以請他們提供 特約代書的名單 然後你當然也請求這個 特約代書來去做一些協助 那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你就至少有人幫你盯這樣進度 那當然有些人會說 那我也不想跟房仲總部聯繫怎麼辦 那你其實可以考慮就是說 因為你有做旅保 建金公司也有代書 所以其實你可以透過房仲公司 建金公司的一些代書 然後來幫你們做一個 所謂的把關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因為它等於說是一個 所謂的雙方都可以信任的一個第三人 那透過第三人 雙方可以信任的第三人 來協助這個所謂的整體的 整個的一個過戶的一個流程 因為說實在話 如果不是像林董這樣子 懂的 因為有警覺性 其實一般就被過掉了 律師我問一下 就是說我的所有權狀有沒有 我交給了代書 然後我硬件也交給了代書以後 我去辦過戶的時候 就全部都辦掉了嗎 一般應該是權狀交給那個代書 然後硬件證明交給他 那至於硬件章是把那個買賣契約 應該是要蓋而已 硬件章是不用交給他的 是不用給他的 那代書就去幫我把它過戶過掉了 是不是 對 我是代書去過戶 他是買方事情去過戶 所以買方事情去過戶 就是找一個信任的代書 結果後來出面了 後來代書也都不見了 後來都是買方自己去過戶 有時候 那個有些細節 就是當代書他在簽訂 這個買賣契約的時候 因為他怕說 有些資料可能寫錯了 他需要那個 比如說要刪改 法律就規定說 刪改的部分要蓋章 所以確實很多代書會在那個 比如說右上角 蓋個叫做背章 頂多是這樣而已 像我剛剛有提 就是我們內政部有 城武買賣的契約書範本 那個會是比較保障買賣 雙方的一個權益 可以照那個版本的合約內容去走 首先簽一個內容清楚的契約 第二個當然要找到這個信任的代書 配合這個履約保證的制度 事實上我們的這個整個 不動產過戶是有一定的流程 就是雙方要簽約 這時候可能就要付一個訂金 那備證用意就是包括 雙方都要提供資料 可是那是不一樣的 像你今天如果是買方 你就隨便刻一個印章就可以了 可是賣方因為簽證到要去過戶 就是要用那個印件章 那簽約付 通常是簽約付10% 那備證用意付20% 那之後他們當然要去這個報稅 因為有包括氣稅跟政治稅 當然這他沒有硬性規定 其實前面10%大家講好就好 那可以當面談 那因為他要詐騙你 他就是要詐騙你 純心詐騙你 你怎麼玩呢 如果正常的代書 正常的買房屋 他不會這樣子的 林總這邊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一般我們簽約到那個家屋 大概就是一個月的時間 那你在這個一個月 他會緣到三個月 對 我剛剛看你那個合約 簽約是六月份 結果那個交付到十月十五號 對 那會變成說 你那個買方到交屋的時候 你除了交屋之外 你要付那個尾款 結果我把那個時間往後延 是不是代表我交付尾款的時間 也可以往後拖 往後拖 對 這段時間就他來辦案 把他挪貸款又來辦過戶回來 因為有時間 但是你在等不到說 我等到十月十五號 怎麼錢還沒有虧進來 我一查我的房子又被人家設定了 所以你看這個會不會洞 多少人為了這件事情自殺 合約裡面 從簽約是六月份 交付是十月份 他都延三個月到四個月 有這個經驗的人 就要稍微感覺一下說 這個當中可能有這個玄機 對 因為現場交付是一個月 差不多 這裡面會比較多的時間 可能就是他去報稅的時間 可能有時候大概 有時候還會更久一點 那整個完成的時間 就是大概要一個月 那當然也包括說 買方要去辦這個貸款申請 現在他的信用 可是最後買方帶出來的款項 是要把賣方原有的抵押權設定 要塗銷 不是說我今天房子 本來上面沒有抵押權 結果貨物給你回來之後 反而上面有抵押 少了一個房子還變得有貸款 因為他們這個詐騙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這個詐騙比在搶銀行還容易 可怕 真的 這樣子的計畫好像 所以他只要要詐騙你 我跟你講你再怎麼照 你自己的代書照 五格十格都沒有用的 我們不動產的交易制度 你要讓人家能夠信任 今天這只是一個個案 那我憑什麼能夠安心 去跟人家進行一個不動產的交易 對方都已經有權壯了 有硬件證明 有硬件章 所以我看到這三個東西 我就去跟他交易 法律上我是什麼 他是善意第三人 所以你要保障我 所以就會變成林董 中間那個人就變成坑了 所以有時候 你只能告坑你的人 你去告那個第三方 他是善意第三人 你告不贏 到最後還是買賣糾紛 對 律師我問一下 是誰被坑 林董被坑嗎 林董已經拿了200萬 在那個領月專項裡面 可是那個是因為 沒有被過戶完 是沒有過啊 我是1000個裡面 有一個這麼幸運的耶 沒有被得逞 來 林董 現在的話 你那個專戶裡面 有200萬對不對 是啊 專戶200萬 那200萬怎麼辦 我這200萬準備來做社會公益 捐出去 捐出去 真的 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這個狀況 那如果要自保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剛剛特別講到了 一定要簽履約保證對不對 履約保證要特別去注意一些什麼 請教一下 履約保證銀行沒有注意 還是一樣被炸掉啊 因為我當時有叫銀行特地注意啊 所以主人一定要注意啊 因為看這張頭鼠目 我就覺得怪怪的 因為我自己做汽車生意那麼久 教育客人那麼多 我一看都知道這個怪怪的 你去銀行怎麼叫銀行幫你注意 叫銀行某個行員嗎 他承辦人員 我進來我在那個地方 我在等我的代書來的時候 我就趕他叫到旁邊說 這一組人你簽罐一定要注意 就是進來的錢的時候 你也要每天盯著這個案件走 你履保這件事情的話 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來說的話 就是你的履保公司 要監督這個流程 那第二個來說的話 就比較基本的 消費者事實上不要隨時 不要同意 就是履保公司隨意出款 因為其實你如果說 你出款來說的話 像林董這個案例 他是沒有出款的 所以200萬還在裡面 如果說你同意就是可能 有一方會說 那我可能我要先出款的話 那你的這個損失的部分 來說的話 你可能到最後 因為專戶裡面沒錢 那你可能反而就會損失到相對比較大 可是這個有一個問題 如果林董有簽了履保 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 後面的尾款沒進來 但是如果那個房子 按照這個流程 一直走下去 已經過戶過掉的時候 那銀行會賠給林董錢嗎 那當然銀行要來付這一筆 不然我繳履業保證的錢 是繳什麼意思的 有道理喔 可是履業保證 它不是已經進到了那個房子裡面去 沒有 沒有 履業保證是銀行雙方 保障雙方的 過戶的程序安全 其實履保那個錢進去之後 什麼時候會 比如說包括一些那個 相關的費用要扣掉 那什麼時候交給那個賣方 其實他們在那個 旅保的契約裡面 都有一個明文的規定 都會設定一定的條件 那有時候 當然發生一些糾紛 那個問題就卡住了 可能就必須雙方去透過 訴訟的方式來解決 對 因為阿忠哥提到的這個東西 它其實牽涉到 是你買賣關係的一個 你買賣 你簽訂買賣過程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買賣契約 那你買賣契約的時候 它本身就會有一個 要履行這樣子的 如果要更安全 應該地政事務所政府 要成立一個 雙方的公平交易法 由政府來主辦才對 大家都沒有這種生意 我是覺得是這樣子 如果是要仰賴這個又怕 我怕你 你怕我 大家這樣很辛苦 因為他要騙你嘛 如果政府能夠成立 一個這種機構 大家 你買房子到家 第一款是什麼樣子 第二款怎麼樣 我們照SOP流程的時候 大家是安全的 對不對 說實在的話 一般民眾的話 不管是買房子 或者是賣房子 甚至是租房子的時候 都要特別注意 那麼現在的話 有很多的詐騙的 這個過程的話 你可能是取得 你的一個信賴以後 開始進行詐騙 你看他 他詐了這麼多錢 好幾億 你知道嗎 你站下來說 十幾個人 你有問他們 他們知道到底在騙了多少 那個新聞爆出來很多人 我連去這幾天新聞 我開記者會以後 很多人都打電話 他也是受害者 他也受害者 我說你們去報案吧 你看你記得前幾天的新聞 那個張什麼 租屋 那個租屋的那個張什麼 張淑金 張淑金 他就被這樣子的 租屋王子判了8年 這些你看 要判幾年 好 沒關係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你如果也碰到 跟林董一樣的一個 購物的糾紛 或者是說詐騙的話 也歡迎各位觀眾朋友 可以跟我們製作單位來聯絡 是 到我們的粉絲團上面來 好好的陳述一下你的狀況 我們又請專家來幫你了解一下 那麼另外我們要大家看到的是 其實有人只要賺錢買房子 或者是賣房子對不對 但是有人想要翻身致富 是靠養魚 養像這樣子一個非常漂亮的烘魚 烘魚小小好好養 除了觀賞之外 它可以讓你翻身成為千萬富翁 怎麼養 它的身價又怎麼判定呢 我們先來休息一下 稍後來跟大家分享 歡迎回到全人事務所 大家都擠到前面來了 陣仗非常的大 對 因為焦客來到攝影棚裡頭 我們今天攝影棚裡面來到焦客 這一些焦客的話 光是價值的話上千萬 真的 加起來 剛剛那個林董被騙 差一點也被騙了 兩千萬的房子 對 這個在隱背 我們來保護它的 我們請各位來賓往前來保護 林董要200萬 搞不好還買不起這件 應該 好 這是烘魚對不對 請叫烘魚達人 小李 林董玲大哥 來到現場 就是我們講到烘魚 前陣子當然很夯是說 從蝙蝠抓回來 那個是海水的鬼符烘 對 它是漁船釣的 它那個是管制的 是 它這個是保育類 所以它其實抓到要放掉 是 那我們現場這些呢 這些都不是保育類 這是淡水魚 淡水的烘魚 就是所有的 目前看到的 都是我們台灣人 自己繁殖出來的 那你先跟我們介紹一下 它的有什麼差別 我們從右邊這一隻開始介紹 這一隻 叫黑帝王 它身上的花紋 你看 很多巴 你注意看它上面 都是巴 它的諧音就是巴 所以相對的 它是巴喔 對 你看它的圈圈跟圈圈黏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結成一個八字型就對了 對 你們覺得它很特別 對 它這個有發財的意思 所以我們東南亞的中國大陸 對這個烘魚就特別的喜愛 所以它有一個外號叫做發發烘就是它 對 發發烘 發發烘 這個很特別的烘魚 就是它 那另外呢 這個是白紫 其實白紫的演變它是變異種 它是從黑地變異成白紫 而且它的數量非常的稀少 非常昂貴 剛剛忘了問一下 昂貴 請問一下這個多少錢 身價 以目前是萬元物種 萬元 它這麼小是萬元 對 萬元就物種 如果長大的話 長大大的話 母的會更貴 但是供的 差不多也是萬元物種 可以講這麼明白嗎 喔 那它呢 你還喜歡買小的還買大的 這個要看你的 投資的方向是哪一個 你假如是養興趣的話 大家都喜歡從小開始養 培養感情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就是養興趣的嗎 有人養來投資啊 正常的話 我們台灣的 觀賞魚的 以鴻魚來講的話 可能5萬隻而滿了 就飽和了 可是 你把它當成投資性 因為它會賺錢 它會賺錢 譬如說 生出了這樣變異種的白紫 對 我們常常在講就是 譬如說我今天又撈了一台轎車 今天又撈了一台吉安特 所以它是一台BANS還是 它現在應該 以它的價位 還有國產車的價值 對 以它的價位 現在目前嗎 對 現在的目前 它的大小這樣大概多大幾歲 出生差不多兩個禮拜而已 才兩個禮拜 就有一台國產車的價值 李老闆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大家 這個白紫它特別的地方 在哪邊 為什麼會那麼昂貴 第一個它稀少 它不好繁殖 你說幾分之幾才會到它 這個還好 因為你白紫跟白紫交配的時候 它就可以生到白紫 就可能生到白紫 對 它是有會遺傳的 它有遺傳基因學的 那要生到第一隻白紫 通常的機率是怎麼樣 正常的 應該 正常的話 萬分之一 喔 萬分之一 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這個是 它在 這個是它在交配 哇 你看到那個 正在咬它的是公轟 上面的是公轟 對 然後下面這個是母轟 像它咬住的那個是公轟 再飛的那個 飛的是公的 是母的 咬的 咬的是公的 因為它要咬住它 然後它會痛 然後它才會 飛起來 它的板子 它的那個 生殖器在下面 才能交配 才能做交配的動作 來 它快要 它快要反折了 那母的看起來比較大 對 母的看起來比較大 所以母魚比較昂貴 就比較有價值就是了 因為一隻公轟 正常我們再配 可以配到八隻母轟 那這個是鑽石嗎 這個是皇冠黑白 我之前還聽過一個 一個玩家講過一句話 他說他們那個公魚很稀少 不是公魚很 母魚很珍貴 對 所以母魚就很多 那在 專門在繁殖的玩家 三隻的公魚 可以配八十幾隻的母魚 然後兩天就要開工一次 對 因為他們會 移來移去移來移去 然後就 那個正常的話 就一直不讓它生小孩 可是它這樣子繁殖力 不是就會 弱化嗎 不會 但是你要我們 在繁殖鴻魚的時候 我們會去看 這一隻母魚生完了以後 它的狀況 它假如生得不是很順利的話 我們就要給它代產 就等於跟它做月子一樣 假如它 生完以後它馬上進食 就表示它又可以馬上上線 就身體狀況還不錯的 所以像這樣子的那個 白子的那個鴻魚啊 那它當初的一個種魚 是從哪邊來的 一樣 從黑地來 蛤 黑地王 從那個變成這個 從那個變成這個 它從這個變成這個的時候 再兩隻白色再相交 它就會變這個 就會一直複製出來 或者是你這個打這個 白子打一般黑地 它又可以出身半套 它就是它有一半的機率 感覺也有疤 對 它身上也有疤 你可以注意看 它身上是有疤的 所以玩這樣的一個配種 就是一個創作型 就像你講的 很多玩家到最後 因為繁殖 繁殖到最後喜歡玩自己的創作 因為你可以創作書 別人沒有的時候 它是天價 真的 比如說像這一隻 你說這個就是創作型 對 這是創作型的 這叫 那個 白鑽石 這是改良品的 其實在所有的 和獄裡面 你是撈不到這種魚 所以這是自己創作出來 對 這個是創作出來的魚種 所以你在和獄沒有 那它再生出來 還可以是這樣子嗎 你要看它 公烘或母烘的 譬如說這隻是母烘 我們就要找一個 跟它一樣漂亮的公烘下去 跟它配種 你才有可能 生出這種狀況 只是可能而已 當然 所以這隻有可能是全世界 獨一無二 就唯一這麼一隻 對 然後像影片這個 你看它的點更大 好漂亮 一樣也是Diamond 也是改良品 也是黑鑽石 對 黑鑽石 白鑽石 其實都是它繁殖者 它幫它取的名字 那這個要千萬嗎 這個甚至 你可能千萬人家還不賣 好 因為它賣你了 它就沒有那個 它就沒了 唯一一隻 那李老闆你怎麼看它的價值 對 身上斑點怎麼看 譬如說我們以皇冠黑白來講的話 它就是 點越大越白 它的價值越高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隻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隻 這一隻是什麼 蝙蝠轟 它是皇冠黑白的變異種 蝙蝠 真的它的頭就像蝙蝠一樣趴在那 對 因為我們有剛移過來 所以它的環境剛還沒有適應 所以它比較不會走 所以它現在在驚嚇嗎 而且它的形狀像蝙蝠 它的形狀像蝙蝠 是 它有一個 蝙蝠製 能不能讓它游一下 其實 因為我剛剛已經有剪過次了 游一下我們有影片 對 它在你的水竹缸那邊在游的時候 哇 好美 看一下這邊 好美 你可以幫我們講解一下嗎 對 你就把它撈起來了 好好好 它會動 因為我們剛剛有先幫它剪刺 對 我們剛剛 這個動作 小朋友不要學 叔叔有練過 因為這個已經有剪過次了 所以我們可以很安心的去碰它 但是平常在飼養蝙蝠的時候 我們不會去驚嚇它 打擾它 一次剪還會長出來嗎 會 三到四個月它就會長出來 最基本的話 我們在繁殖的 它翻過來了 它翻過來了 下面這隻是皇冠黑白蝙蝠 怎麼辦啊 沒關係 它等一下自己會翻回去 它自己會翻回去 對 你就聽到 它會自己翻回來 對 它會自己翻回來 你老闆都問它 餵它吃什麼東西 我這邊的餵食方法是 活泥丘 然後我們的 泥丘 對 朱文綺 你都問了尷尬 小魚 小魚 對 白蝦 西蝦 其實它吃的東西很豐富 對 因為這個單價過高 不用問它吃 那像這個魚 不會 這一隻 這樣養一個月的話 單單這些伙食大概要花多少錢 因為我的腸子沒有到非常的大 所以大約是兩萬塊左右 你說一隻喔 沒有沒有 一個長 一個長 一個長大概幾隻 以目前來講的話 是三個大鋼 十幾個小鋼這樣子 所以大概 嗯 你說隻數嗎 對 一種魚的話 現在差不多有二十隻中魚 二十隻 那透透加起來呢 加小魚的話 可能會到百隻 百上百隻 那剛剛還沒有講到的是說 這一隻 這個蝙蝠轟對不對 是 非常非常的稀少 它的身價已經到百萬 我們攝影棚來那一台 Benz 百萬叫車了耶 百萬可能我還不會買 真的嗎 它為什麼這麼高身價 除了漂亮之外 因為從 萬分之一你才可以升到它 萬分之一 你好不容易升到它了 你怎麼會把你的福氣送出去呢 所以它是本來就長圓形 它不是生出來 就一批全部都同樣的 沒有 它這一胎只生了一隻 那一隻就是蝙蝠轟 所以當天撈了 它爸媽不是長這樣嗎 不是 它爸媽就是我們等一下會看到的 一樣一般的黃怪黑白 是 就是圓形的轟魚 長出來變成頭像蝙蝠的 缺了一腳的轟魚 它這個是不會有基因遺傳的 它完全就是 特別的基因出生 它算突變種 突變種 突變種 萬分之一的基率 對 所以你爸爸媽媽 就算都是蝙蝠 生出來的 也不一定是蝙蝠 這個配不出來 可是這個配得出來 可是它如果再找一隻 跟它配的話 下一隻就一樣 不一定 對 可能完全沒有 可能會生出來 像我們最左邊這樣子 蝙蝠轟跟蝙蝠轟 生出來是黃怪黑白轟 因為它原本就是黃怪黑白 它原本就是黃怪黑白 所以它只是突變種 就譬如說 我們人生出來會有吐唇 它就是譬如說 它吐唇就是 但它吐得好漂亮 吐得特別可愛 吐得像蝙蝠 這個100多萬我想照顧它這樣 可以 可以照顧它 所以這個雖然很娇貴 但是它的照顧方法都一樣 是 都一樣 是都一樣 那它的身價跟媽媽爸爸差多少 其實 媽媽爸爸 假如生到這種的話 我們還是會繼續留 因為它還是有可能會有機會再生到 因為它已經有出現了一次的機會 所以我們會把爸爸媽媽留的 當然那個價格又是 又不一樣了 對 因為我們不會賣的魚 好 那我們如果真的要在家裡養 我現在看到 現場所有來賓都非常有興趣 想要在家裡養對不對 問的都是這個飼養的問題 你可能跟我們教一下 如果我在家裡養魚的話 我要怎麼養 養這樣的烘魚 這個小隻的烘魚的話 我們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魚 我們以第一樣來看 水質管理 水質很重要 對 烘魚你在看它小時候 不會說它大便很多 但是它會一米大一寸 越大的時候相對著它會大便 阿摩尼亞就會高 阿摩尼亞高的時候 我們就要勤換水 多久換一次 對 正常要看你的魚缸多大 支數多少 這個東西要以你平常的 平常的養殖經驗來判定 如果像這樣的缸呢 這樣的缸 其實我會跟你講 你已經養不活了 那魚缸至少要這個 這個四五倍大 像有龍魚六尺缸 最基本的要四尺是120公分 乘以60公分 你這樣子只能養一公或一母 我覺得好像很多企業老闆 很喜歡養這種魚 是 因為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天龍是因為龍魚 它是在水面 中間游來游去的 那因為這種蝙蝠烘 或者說這種烘魚 其實都是底漆性的 貼在地 貼在地 其實它們都是發財魚 我們以風水學來講的話 其實它們都是招財的魚 所以有很多企業家 甚至有一些比較 我們說的土豪 內地的土豪 都對這種魚非常的愛不釋手 雖然我們當不成土豪 但是我們也可以像 這個李老闆這樣子 從一般的門外漢 你看不出來它其實是門外漢 以前是做什麼的 印刷 印刷業的 薪水 差不多4萬到5萬吧 4萬到5萬 現在 現在年收入 現在應該是每個月賣一台國產車 現在年收入千萬 對 就是養這樣的觀想魚 其實你好好養 認真養 用心養 它又在抗議了 它要翻回來 好有活力 其實可以當成一個事業 當然 但是就是你要對你所喜歡的東西 然後去研究它 我覺得它現在迫不及待 要讓我們去跟它關心一下 要先把它翻回來 其實大家最怕的其實就是說 這烘魚其實是有毒的 對 毒的烘魚 之前那個鱷魚先生就被刺了一下 就掛掉 海水烘吃到心臟附近 所以它的神經毒傳導的速度太快 我們現在看到的其實大部分都是淡水 我們現在現場看到的全部都是淡水烘 然後能夠觀賞的也是淡水烘 那大型的話是那種海水烘 現在看到這個應該是海水烘 這個是海水烘 海水烘比較毒還是淡水烘 海水烘毒很多 毒很多 對 所以你假如在海邊遇到的話 千萬不要去經勞它們 因為你被刺到的時候 其實它的神經毒素傳導的速度是很快的 好 我們現場來看一下 不是只有那個海水烘 它有那個神經毒素有那個刺 連淡水烘其實也有 我們假如正常在檢測的話 其實會戴個手套 然後用個網子會比較安全 因為它今天已經在這邊 那我們現場有網子的那個 我們現場的網子拿來一下 可以 這樣比較安全 我們還是以安全為上 很多次 這個狀況只有專業人士能夠來處理 我們一般人還是不要輕易嘗試 這個種植大任我們就交給阿忠哥了 還是達人自己來 我能協助什麼嗎 可是它尾巴在這邊 它等一下跳起來的話就會刺到 撈它的時候 它會從盤底 你可以先擋住它的尾巴 它現在的狀況怎麼 它很緊張 它在攻擊了 它在攻擊了 這是在攻擊 對 有沒有 因為它已經覺得它有威脅性 它用它的尾巴的刺想要去刺你 你不能跟他說我是你主人嗎 他聽不懂我講的話 那所以你現在要剪的刺 是它尾巴上的刺嗎 當然當然 它後面的刺是不是有兩根 是的 它後面的刺有兩根 那哪一根才是有 兩根都有 兩根都有 對 好 所以讓它尾巴露出來 對 好 這樣子 它整個拿起來好漂亮 那個黑白 要拿起來給你看 對 這斑點的特色就是 越多 越大 越圓 越滿 就是越有價值 要不要越整齊 整齊也是一個賞美觀的一個要點 這樣子的時候其實很簡單 你有看到它的生殖器了嗎 沒有 這一根 這一根 可能要讓我們鏡頭看一下 對 等一下 好 那我先剪刺給你們看 我們先剪刺才能夠自由 它這個是它的刺 這就是它的刺 我們會用 這個是刺 對 我們會用手把尾巴抓住 然後把它刺繞出來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這邊一根 這邊一根 其實我一次 它另外一根已經脫掉了 所以我們只能剪一根 剪一根就好了 可以先擋住它的尾巴 它現在的狀況怎麼 它很緊張 它真的尾巴會動耶 它在攻擊 它在攻擊 對 有沒有 因為它已經覺得它有威脅性 它用它的尾巴的刺想要去刺你 你不能跟他說我是你主人嗎 他聽不懂我講的話 所以你現在要剪的刺 是它尾巴上的刺嗎 當然 它後面的刺是不是有兩根 是的 它後面是有兩根 哪一根才是有 兩根都有 兩根都有 對 好 所以讓它尾巴露出來 對 好 這樣子 它整個拿起來好漂亮喔 那個黑白 要拿起來給你看 對 這斑點的特色就是 好漂亮 越多 越大 越圓 越滿 就是越有價值 要不要越整齊 整齊也是一個賞美觀的一個要點 好 這樣子的時候其實很簡單 你有看到它的生殖器了嗎 沒有 這一根 這一根 可能要讓我們鏡頭看成那個 對 等一下 好 那我先剪刺給你們看 我們先剪刺才能夠自由 它這個是它的刺 這就是它的刺 它這個是刺 對 我們會用 手把它尾巴抓住 然後把它刺露出來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這邊一根 這邊一根 它另外一根已經脫掉了 所以我們只能剪一根 剪一根就好了 對 但是你們小心 因為它會噴 彈出去了 等一下 彈出去那一根有沒有躲 它只要剪斷了以後 它就沒有躲 還好 我剛剛很怕去刺到我們攝影大哥 對 那個旁邊那個就是生殖器 對 我們現在其實可以玩弄它了 玩弄它 我們可以觀賞它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它的生殖器 這幾隻是公的 所以不要剪錯了就對了 剪錯了其實它還有 那個部位根本不一樣 對 我們應該不會犯這種錯誤 對 大小叉 OK 那它摸起來什麼感覺 我可以摸了嗎 現在我知道安全可以摸它了嗎 可以 以皇冠黑白來講的話 它是龍絲布 很舒服的感覺 很舒服的感覺 很舒服 很滑嫩 那它現在摸 為什麼它都沒有去動 因為它其實剛剛已經被我聽到 它可以摸它的尾巴嗎 對 好像那個豆腐的感覺 不要去碰它的尾巴 而且它的表面 表皮上有一點血 一點一點消失 謝謝 你的愛 不是 你 field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